合戰忍者村物語 這是一個能夠讓你在戰國時代經營一個忍者村的遊戲 哈囉大家好我是洪月 哇然後這個畫面是怎樣 這兩個是忍者是嗎 我們的村民是不是 他現在是在田園中奔跑 然後他們形象跟我想像中忍者形象不一樣 還是他就是忍者村的一個村民的感覺 就村子嘛他總是需要一些勞動人口來慢慢成長 可能就是所謂的戰鬥人員才會像是包頭巾的那個感覺 總之我們再開始遊戲 喔然後我們要取村莊名稱是不是 我們取個帥一點的 血月村好不好 然後家的姓是洪月家 我們就不要取什麼福布了 福布是怎樣 福布有我洪月某嗎 我們開始 喔洪月家參謀 他叫望月美奈子 等一下他應該是所有的參謀都叫這個名字吧 總之這個血月村分野數個忽村 忽村是什麼啊 喔就有點像 村子然後分裂之類的嘛 就是可能一個小居落的感覺 我猜啦 紅月家雖然剛剛獨立 領地也小弱蛋丸 但還是以統一村莊為目標 OK的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是看能不能統一這整個區域是不是 首先為跟村里的村民建造 用來居住的住宅吧 哇就這兩個是不是 我們的一開始畫面就是這兩個有沒有 一個有扎頭巾 這個叫什麼板法姬 這個是平頭 OK 他需要住宅是不是 這是誰 蛤 你好沒想到這裡會有一個村莊 我正好在旅行途中 固然住足片刻 呃石彩喔 我這邊是有什麼石彩嗎 呃 我這邊是有石彩啦 田地可以生產石彩然後呢 啊 他就來給我收購石彩的是不是 給我18橘 欸 啊 所以我這種食材是為了賣錢 而不是給我自己吃的啊 啊怎麼又一個來了 我還沒蓋房子耶 欸 怎麼回事 收到了 忍者日報最新齁 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齁 本雜誌是專門向活於全國忍者們 傳遞情報的雜誌是不是 OK 再多個小領主徵戰不斷的血月村 紅月家剛剛獨立 喔我們這個整個大村子就叫血月村 是不是 我們只是其中一個小小村 OK 我們來看到底誰會統一呢 OK啦 總之我們先趕快蓋啦 啊怎麼 不要追蹤人物不要追蹤人物 我要選單 我要先蓋個房子 呃 他怎麼是說這個啊 小到 他不是有蓋房子嗎 不是這個 他應該是指這個 我們蓋個房子讓他住喔 蓋在這裡好了好不好 呃 建造 這樣子我們就有房子了是不是 喔 這裡就是我們整個區域是不是 小村子 好棒是新家 因為一直站著腳都浮腫了 他叫頑米獸熊 這怎麼那麼難聽啊 有夠難念的 來我們來看一下 他現在在裡面休息是不是 紅月大人附近的一旅波地區的疊報工作 之前交給了一個人 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報告 他是全種玻尼 然後呢 這邊可以攻略了是不是 OK 反正我們之後就可以開始打那邊 新的村民 他就是我們的N 有名字的NPC是不是 欸他還是沒有住宅耶 沒關係我們再蓋一棟好不好 再蓋一棟 我們蓋在這裡好不好 蓋在旁邊 然後旁邊用這個道路給他連起來 應該是OK的吧 這邊蓋一個 喔我越來越會蓋囉 各位有這麼覺得嗎 完成 Nice 然後我們現在是可以去攻略他嗎 進攻領土 我們現在可能打不穩吧 我現在可能還有點太弱了 我看一下我還有什麼東西可以 可以建造 這個是拆掉 店鋪 好像目前沒東西可以蓋 應該是我現在還太初期啦 能蓋的東西很少 我們再多種一點田好了 就是讓我們 可以比較 比較賺錢比較快 然後他們都在那個 收獲農田了 我可不可以把男的踢掉啊 我可以創個什麼女人 女忍者村是不是嗎 他是一個看起來就像村民的傢伙 然後這個有拿木刀是不是 OK 我也不知道 總之我們要先打打看嗎 先試試看好不好 我們現在有500塊 進攻20塊該OK 我們打打看 我們可以帶3隻兵有沒有 然後我們目前 兵種只有竹青其他都不能選 總之我們直接上陣 直接上陣 3個應該夠打了吧 我們來看一下 3對2啊可以啦 這輕鬆打 應該吧 GOGOGO 他們現在衝進去護抗 欸我輸了 喔我贏了沒事 剛剛 剛剛我那個這個瞬間被秒有沒有 害我嚇到 OK總之我們贏了 太開心了 喂喂竟然來真的太過分了吧 領地也已經沒了 要對我負責讓我進入紅月家 太棒了好不好 強尼西所澤 我可以把他踢掉啊 他看起來就是流氓 你知道嗎 我真的不能把這些垃圾踢掉嗎 我可以重新招募嗎 對不對 捕捉是什麼 這個翻譯有點怪 喔應該是我的視角 鎖定他嗎 他給我一個情報 本金子地區是什麼意思 喔這邊是不是 這邊我們也可以攻略啊 OK 欸是說我目前沒有辦法招募其他NPC嗎 我猜應該是要把這些都打完才能招募啊 畢竟如果不能招募NPC 這樣子東西有點少對不對 而且我目前能蓋的東西真的太少了 總之我們應該可以直接打 目前四個人應該可以打得贏 我猜他應該不會太難啦好不好 而且我們還有一個變更部署耶 防禦率高的人在前方是不是 就是 呃OK然後 OKOK我了我了我了 只是我目前不知道誰防禦高耶 血量高的站前面好了 像這個全種就是最 血最多的嘛 然後 強尼排第二剩下兩個排後應該OK 我們就是這兩個排後 這樣子應該OK吧對不對 目前先這樣子 OK吧 總之我們GO 開打 現在是四對級 四對級 欸哇 這打得贏嗎 太多人了吧 這太多了吧 這個應該是打不贏吧 欸打得贏嗎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為什麼 我以為我們要輸了耶 想不到我的 我知道了各位 一定是因為我的 村民們全部都是精英啊好不好 啊我統一天下的野心 我的霸王之路 OK 然後他又加入我們了是不是 我們要多一個 到處吸收同伴 沒關係 有人加入 我們就給他蓋一棟房子獎賞一下好不好 紅月大人 吸索 哲家崩潰時 抓了幾個逃跑的部下 OK 誰 啊 我現在又多一個 多一個 多一個NPC了是不是 很好很好 沒關係 雖然你們的名字我已經都沒有在記了 但沒關係 你們還是可以留在我們這裡好不好 然後我們有幾個房子我們就蓋幾片田 因為他們應該是都會去勞作的吧應該 恭喜 我們這個村子血月村塊能統一了好不好 他想介紹一個人給我 一個商人 我們來看一下 選單商人 我可以跟他買裝備哦 負當是什麼東西啊 我買了什麼 我買了嗎 我好像買了 總之我們先 各買一些武器的好不好 啊沒錢了 沒關係 沒錢我們先 先存一下 然後我現在發現一件事情 我目前是不是不應該這樣子擺設他們 我應該會讓他們就是 農田一排 房子一排 這樣子他們移動距離比較短對不對 然後目前又有報紙 前陣子血月村發生了大變動 據密探 據密探收集到的情報 紅月家擊破了所澤家與石神井家 終於成為了與昭龍家並肩的勢力 最近可能會開始展開最終決戰是不是 最終決戰哦 注意哦 可攻略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準備就緒再打 準備就緒再打 現在打可能打不贏 我們先賺錢 然後呢 慢慢改他們的武器 像這個 我們就把它換成斜拆 各位看他的傷害其實真的差很多 而且我現在發現他有一個技能是弓箭無效 他目前還沒學到的意思是不是 OK沒關係 我現在就是 村民 他們還是拿鐮刀有沒有 有夠可憐的 我就是要想辦法讓他們全部裝備都換得更好 先存錢 我們在這邊稍微等待一下 來第六件 接著就是這一位了 這個石田 石神 我們現在目前呢 五把斜拆 一個斧頭 然後全部都有盔甲 應該輕鬆打了吧對不對 我們上陣 上陣 看一下 目前 哇好像真的蠻多的 都沒11個人 而且他沒有陣型 我們全族青 這樣是OK的嗎 我們先被射了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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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會贏 我們現在要互砍 會贏嗎 可以 然後繼續衝 現在就是切後排的時刻 我贏了我贏了 nice 這樣子我們已經統一整個血月村了 太棒了 喔我們又多一個 多一個新的村民了 招龍太智 太棒了 nice 喔他有經營點心店和工法 我們先領這個寶箱 給我兩百塊 所以他這邊有經營別的東西 工房可以用食材賣東西 然後這個是什麼 店鋪 這可以賣東西 喔我懂了我懂了 像這個工房就是我們旁邊有種這個 田地嘛 他就會生成食材來這邊做成商品 商品再從點心店賣給 其他人是不是 我也更改商品 逗大福 我也沒有其他商品可以改吧 好像不錯喔 那我是不是應該要稍微想辦法整頓一下這個附近 收到忍者日報最新號 我們來看一下 最近血月村的大動作接連不斷 在前陣子 紅月家終於與昭龍家展開最終決戰 最終紅月家統一的血月村 漫長的征戰結束 今後會有眾多旅行者照搬此地吧 太棒了 好不好 OK 那我們目前就可以全速發展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還可以建造什麼 喔 我們有勞動這是什麼東西 工房 店鋪也可以 好像不錯喔 那沒關係我們先 嗯 欸 又有旅行者了 因為這裡治安不好 之前這裡治安不好 一直以來都避開這裡 喔 喔 他要來這邊 然後我就可以 透過這個東西賣更多錢了是不是 他應該就不會來我的農田採東西吧 喔沒有好像還是會 我不知道 總之我想要稍微把這邊 稍微改造一下 就是把它改的 你們懂的 至少要讓整個動線比較通速吧 我覺得 我稍微改一下 在這邊稍微花點時間也好 欸等一下又有新事件啦 我幹到一半而已 重大的事件 長久以來一直掌握政治 爭議的大將軍 被從京都流放是不是 經過這一事件 幕府失去了權威 各地大鳴之間的紛爭 將瞬間百樂化是不是 喔 他有可能會來我這裡的意思嗎 出大事了 紅衛大人看到了個不得了的人物 他是大將軍耶 足利益昭 無乃爭議大將軍 前天被從京都流放 然後他就來這裡了是不是 投靠我 喔呦 不錯喔 協助幕府 這個拒絕會怎樣 欸 我本來說能不能拒絕 結果他一個是一個好是怎樣 呵呵 什麼鬼啊 他想要在這裡建造城堡 主建幕府軍 沒有錢 我現在 你看我這項有錢嗎 等一下 你冷靜點好不好 可以研究是不是 我來看一下 他不是 就是一定要 現在 就是我可以 存夠錢再付是不是 然後 我其實還有其他東西可以研發 沒關係我們一樣 我要先建造我的東西 我要先把我這邊蓋得好看一點 好不好 我們玩這種遊戲就是一定要先把東西蓋得好看一點 剩下的其他不管怎麼樣隨便啦好不好 剩下的之後再說 OK觀眾目前了在這邊玩到12月了 然後基本上我就是不斷的在 想辦法賺錢啦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我在這邊種農田 然後這裡有三個工坊嘛 基本上就是 他們要先在這邊 採完農田有沒有 然後 會把東西運到這工坊嘛 然後我目前農田都是滿的 代表什麼 代表說目前工坊太少了 工坊多一點之後有沒有 其實 農田應該會大平 我自己覺得就是一個農田配一個工坊會剛好 就是他 就不會這樣子農田都擺在這邊 不過工坊真的好貴喔 工坊要一百塊 就 很貴 而且我 目前還沒有特別研究怎麼樣的動物線會比較 合適啦 我目前這樣蓋就只是比較好看 但其實 某些地方蓋的不是很好 應該會有更適合的蓋法 然後樹放在中間的話 可以增加好的影響 所以說我在 周圍都有放一些樹 我不確定 多放幾顆會不會堆疊 但反正我就先 先擺個幾顆 不然我來試試看好了 我目前這一個地方生產力是14嘛 我們再放一顆樹看看他差多少 變16有差耶 其實差 差沒有很多啦 但還是有差啦 而且我現在發現他每一個月都會扣錢 你知道嗎 他會有維修費在 所以 我一定要賺到夠多的錢 我來看一下那個 有沒有 目前我 收益會是負的 你知道嗎 因為這兩個不會生產 就只會消耗 然後我點心電就是只能賺一百多 我一個月只能賺一百多塊耶 天啊 哦 目前已經三月了 雪融了 接著就是 等錢 哇這每個月扣好多哦 天啊 哦對然後順帶提啊 我目前是把那個 材料 呃 不讓他賣了啦 因為我都把材料 直接拿去做成這個 豆大福哦 做豆大福的話比較賺 應該是會吧 應該啦 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比較賺 不過旁邊有樹的話 真的會賺的比較多 OK 總之我最後一個店鋪 蓋在這裡 應該就OK了吧 然後我們就開始 掛機存錢 哦 怎樣又收到報紙了是不是 呃 在採法設計城下丁的著名建築得知 櫻花樹或花田周圍的建築物 哦這我知道啦 不是 重點是什麼 我怎麼感覺我 賺錢速度好慢哦 我怎麼感覺直接賣食材都比較賺啊 是我的問題嗎 我真的感覺好像種 種食物比較賺耶 還是他那個商人來太慢了 我目前就是一直爆倉的感覺 有沒有 庫存都是滿的 啊怎麼這樣 他一次也只拿一個走 賣不夠多是嗎 算啦我們 目前有兩百多塊嘛 我們先 研發個東西好了 小豆粥感覺 也不錯耶 小豆粥 小豆粥應該可以 讓我賺更多吧 我們合成一下 然後這邊可以改成 有沒有 豆大福才五塊而已 然後我們改成小豆粥呢 咦 這不能改成小豆粥嗎 我沒有研究嗎 哦他研究要17% 他要時間 OK 那我們現在就只能看著 看著我們的小人在幹嘛 哦 研發好了 然後我之後就開始改成小豆粥 直接變雙倍 多爽啊 我今後就開始來做小豆粥了好不好 哦 太爽啦各位 這樣子應該會賺兩倍塊吧 我猜啦 這樣應該就能兩倍塊賺錢 然後我又進貨了一個什麼 沾紙什麼東西 商人哦 哇商人 哎靠 我不想買到面具了 白痴哦 而且他還是加射擊的 我根本就沒有弓箭加射擊 要嘛啦 天啊 OK沒關係 總之我們繼續經營 OK目前我又存兩百多塊了 我覺得OK啦好不好 這些 竹槍應該就先不升啦 我們直接 敵兄資金啦 先進一下竹線好不好 哦 他要開始竹建木斧軍 他的木打錯了 哦 開始研究 而且目前賺錢真的變好快哦 比之前快真的蠻多的 哦 木斧的據點建成了 太棒了 然後我就可以打開地圖看 我要打哪裡是不是 OK 然後 呃 他是要我們 開始打其他地方是不是 逐力一招 我來看我們現在人在哪 诶 看不到我們嗎 我們現在是哪一個 诶這是整個日本地圖耶 有發現嗎 哦我們人在木斧這邊啊 我們是木斧 然後我們要想辦法 就打贏其他的哦 這兩個是敵對 我們有辦法打嗎 這看起來就特別屌耶 我現在打應該打不如啊 我猜 我木斧才20個族青隊而已耶 然後我可以從村上叛演4人參加 才多一點是嗎 我不確定 哇 增強兵力還要花錢耶 目前應該 我覺得我目前應該是做不太了啊 就是我們如果要打仗的話 我們目前這個村有沒有 我們這個人者村 還不夠強啊 至少也要讓我把羊羹研發王嘛對不對 然後裝備什麼的也都還不夠 可能之後再說吧 總之我覺得我們今天這集 就先玩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觀眾對我們這個系列感興趣的話 歡迎留言在下方告訴我 然後呢也可以幫我們點個喜歡 以及訂閱一下 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我們請oqu那些人 我們請來個房子 我們請你